Hello, 欢迎大家, 又来到松仔松太暖那啰啰 哇, 今天又有个北极圈吹了个寒冷的风来 是, 很寒 今早上车, 我又见到一个坐刺板公仔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坐刺板公仔? 曾经有看过一个笑话, 就是有个人打在客服 就说他车上有一个人坐在刺板上的公仔 接着那个客服就问他,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这个公仔是怎样的? 那其实就是负4度, 就是一个minus 然后一个4, 然后一个度, 那个人头这样蹲在刺板上 他就以为, 很有创意 很多人都看过那个, 今天上车又见到这个数字出现 那的确是很冷的, 这几天 那听闻在一些North Yorkshire 的地方 是去到负9.8度, 最高 越北就越厉害, 今次就跟上次不同, 上次是反常的 上次是南部到我北边, 今次就北边到我南边 which is 正常了 我们算暖的了? 我们算暖的了, 南边就更好些 可能就负2度, 负1度 那今天呢, 下午就开始回复正常一点的, 即是令到这样 正常的 很正常的了, 已经 只要不负, 我已经很安心 其实, 一向来说呢, 英国的冬天, 都不是特别暖的 其实今年, 今年的天气 我觉得最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它时暖时冻 就很少燕碧村 冬几天又暖几天 是的, 它可以, 塞击无神上个星期是10度的 12度的 是的, 今个星期就去到负9.8度 即是我觉得 它的反差太大了 那以前呢, 就会怎么样呢? 因为以前通常这些日子呢, 就会 一路持续维持是2-7度 就是不过10度的 很少很少过10度 那你每天呢, 看天气报告, 你就期望 不如你过10度吧, 你过10度 你送位数字吧 是的, 我可以穿小件衣服 即是, 我上车没那么辛苦 因为一过10度, 你就会明显感到 你上车下车就没那么辛苦 但是呢, 一去到几度 你就会觉得恶顶 那通常都是维持一个比较平均值 但是今年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哇, 突然间有10度, 就跌到去 只剩0度, 1度 然后下个星期又上去10度 那这个周围很奇怪 弟弟, 你最近有没有看松仔烈的? 蛤? 你说过肥仔? 是的, 他常常说肥 但就常常叫他吃东西 老实说, 他真的很肥 蛤? 老实说? 老实是谁? 是的, 老实不是人 难道是神? 神鬼神马吗? 我说过松仔 谁在这里说我? 哎呀, 被他发现了 我说你英俊 不是啊, 你明明是刚才说他肥的? 谁说我肥? 走鬼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刚才我看新闻, 你说South那边暖一点 是吗? 嗯 库湖那边下雪, 下雪, 下雪, 下雪 下雪, 下雪 可能他刚巧碰到那个云 那条带又更冷一点 可能这些冷流 刚好那条路 是的 当然不是全部地方都一样 in general, 就南边暖过北边一点 那昨天我和松太就去了Milton Kings那边 就有些私人事务做 那银车回来 是, 一天就经历了四季了 一天就经历了四季了 首先就是这个冰箱这样, 雪加冰箱 接着就暴雨 接着就天晴 然后回来就打风了 是的, 一天里面经历四季 不是一天啊 我说的是由两点至三点半 一个半钟而已 一个半钟而已 一个半钟里面经历了四季 那这个是我们的海洋性气候的特色 那么, 说起落雪方面呢 那现在就有些所谓的较为准确的预测 那就说未来三天呢 大概三天内呢 就会落雪了 真的落是很厚的雪 那听闻呢, 比如苏格兰 或者一些高地 比如Big Peak District那些地方 高地呢 就将会有17吋厚的雪 17吋厚 吋厚? 我用CM啊 即是去职员 然后可能第二天就会融化了 那但是呢 我想这个weekend 就将会大家可能会见到一个 新年落雪? 白色新年 是的, 有机会见到一个白色新年 好了, 今天讲的第一单消息呢 是一单好消息来的 阿摩经常说我放负 我不是只是说负面的东西的 有好消息呢 我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那这一样东西呢 对于我们的英国来说呢 是非常之紧要的 我觉得甚至乎是比香港更加紧要 就是我们的internet 哦 大家在香港呢 可能真是嬌生惯养 就是被这个网络重坏了 是 因为呢 香港的网络的速度呢 真是世界数一数二 就是头那几位 新加坡啊 南韩啊 就是排在最top的位置 但是英国因为地方大 而且也有很多郊区 它需要铺设网络的架构 就会和香港很不同 你香港一栋大厦 它一条舰进来 然后分拆了给你就是了 英国不是哦 每个都独立屋 每个人要拨一条线哦 就非常之麻烦了 所以呢 我们这里的那个 宽频的普及率和覆盖率呢 远远是不够香港多的 但是最近呢 英国呢 就颁布了一个新的目标 和一个新的法例 那就有望呢 是令到我们这些 一众这些 非常之缓慢 宽频网络的人士呢 是可能可以很快享受到 极速宽频了 真的吗 所谓极速宽频 都是香港十年前已经有的东西 甚至乎是二十年前已经有的东西 没有了 Anyway 根据英国呢 2010年的建筑条例呢 嗯 在2010年之后建的屋呢 全部都要有基本的宽频网络 是的 但是呢 所谓的宽频网络呢 都只不过是那些二十多三十米的宽频网络 是的 直到17年打厚呢 17年打厚的所有新楼呢 都必须要是有fiber 即是光纤是去到exchange 即是去到外面街的电话 电话盒 是的 然后再由那里经铜线过去你家 那这些呢 就叫做fttc fiber to the cabinet 那我之前呢 有一集专门讲英国的网络的呢 我有提及过的 嗯哼 那这种网络呢 会比传统那种宽频 是比较好一点 那就有七十米左右的 那我们的家里就是这些了 七十米的宽频 那所以呢 很多朋友呢 有时都会问 松仔啊 我家里只有三百五十米的宽频 你觉得够不够用啊 哈哈 我说三百五十米你可以做五个我 是啊 五个youtuber 你说够不够用 是的 youtuber都是只有七十米的而已 那当你三百五十米呢 对于我来说呢 是天堂的级数 老实说 真的是 富豪 富豪的级数 是啊 就是等于你跟 你跟个洗碗的说 啊我得 我得三万五千元人工 你说够不够我一个人洗呢 我得七千元了老板 好了 由于呢 我现在住的这间屋呢 是属于 这一批一七年打后的那批 嗯 所以呢 你都知道发展商的了 做事永远都只是做 bare minimum 当然了 你政府要求他做什么 他就给你最低限度的东西 这个很正常的 譬如呢 有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呢 我有一次去南边那里帮个客人买一些新楼 是吧 那他的花园呢 零零细细是有一个shared 是 但是呢 同一个发展商在其他的屋盘都没有shared 是 就是那个小的黑仔给你摆杂物 那个木屋仔 木屋仔 那我问他为什么他这里会送的 他说我因为呢 这个counsel 就规定所有新楼都一定要送的那个小屋 啊 这么有趣 是啊 最近我去Oxford 都是遇到同样的东西 都是counsel要求 counsel request counsel request 一定要有个小屋 其实是没有严格的规定的 所以一般来说都是些 借渣板木 接着很薄一一的那些 就是一块你就这样泊 是不是一跌下去就会穿那些人 你连上五块一起泊都可以断那种 是容易泊过折折病的 那块木板 但是有好过没有的 有东西盖住 就是你放下单车也好 你放下一些 剪草机也好 其实是方便的 我觉得是好事 但是这个要depend oncounsel的问题 那最近 那最近 今年就推出了一条新的例 嗯 就是所有新楼 它必须要有极速宽频 即是那些激光纤入住屋 我们所谓的fiber to the property 哦 那现在呢 就多了很多provider 以前我出片的时候 就基本上只有BT和Virgin 那现在还有这个GIGGA broadband 那据我所知好像是 是Vodafone 好像是Vodafone 是的 至少有三间公司 是提供这类的服务 那很多新楼呢 最起码都有BT那一盒 已经博了的 但是呢 现在越来越多是BT加Virgin 甚至乎加上的三样东西有齐 有齐啊 有齐啊 博了 好啊 就是我每一次去到都很羡慕 好像没有啊 就是巴拉拉里 而我家呢 就拿着那些 烂鬼前七 二十几年前的 Toyota Yaris 这样啊 所以呢 很多人会问我 松仔 你那些影片呢 你用这么漂亮的镜头 弄个这么漂亮的背景 但是你上传720p的影片 你会不会浪费了些材料啊 你当然是4K高清了 我也想 但是问题是 我每秒上传15MB 你知道我要上传 现在我上传一条影片呢 其实是要用一个多两个小时的 如果我是用4K高清呢 我看法我要早一天开始上传 但是如果那条影片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要删除了它重新上传 我又要再多一天的时间的了 就是大家可能不了解 背后的辛酸 我甚至乎可以告诉你 我是没有办法早过 19年 20年开始做YouTube的 因为我之前住的那间屋呢 是上传不到影片的 那里更晚 我之前住的那间屋呢 是只有15MB download download只有15MB 但是你知道我家里有6个人住的嘛 每个开住YouTube就没有了 我两个儿子在看YouTube呢 我是连Facebook都开不了 你知道吗 多么痛苦啊 就是他们一直在玩iPad的话呢 我是想看新闻都没有办法 要叫他们停 我WhatsApp呢 我只看到一粒菊花系在那里转 是很可憐 你知道 长期处于收不到的状态 但是现在对我来说 我已经是觉得 哇 已经是舒服了 好像人家有车那样 之前是靠用脚走 好像鼻塞通了 鼻塞通了 鼻塞通了 厕所的泵 终于泵开了 但是当然你们那些大洪水那些 就不能和我比较了 你那些水壩这样流下来的嘛 我那些还是普通 普通花灿淋下来的那种 我已经觉得很舒服的了 但是因为 现在最大的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受惠到这个新的法例 搬 因为 不是说搬就搬 大哥 很多准备 小朋友去找个学校 那我们又要搬 搬到家里有这么多东西 那我那棵墙 我怎么拆了它 整棵带走 很难的嘛 但是呢 政府还有另一个办法 他打算2030年之前 要达到100%的GIGABLOTBAND覆蓋率 2030年? 那我立刻就上网 就上去BT那里查 有没有rollout 什么时候来到我家 什么时候那条光纤铺到我那里 那他说我暂时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我住那里是比较郊区的 可能治安会好一点 是吧 宁静一点 优美一点 后面的花圆可能大一点 但是你牺牲的就是 他有时间都没铺到你家 就是你和外界的那个关系 是持续都是用这个 是 那又未至于脱节的 现在我都upload到youtube 都download到的 但是你说要4k 8k高清呢 那就真的暂时都做不到 但是4k那么清 看我们干什么呀? 你以为他真的看我们吗? 他只是看我们后面的Ironman 这条法例呢 亦都保障了租客 就是如果租客呢 是想装这个激光宽频 激光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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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如果这个业主阻止呢 他是有权反对这个阻止 反对无效 是的 就是业主是不能 是no say的 是no say的 他不能够阻止这个租客呢 是安装任何装备 因为装这些宽频呢 就算他铺到来 那他都要可能转场呀 拉线呀 弄些东西在你家屋里面 基本上有个hub 我试过的 我试过遇到业主说 哎呀我不想你转场啊 那些 但我不太记得是哪一间 但是原来是不行的 现在开始 以前是可以 可以反对他转 譬如有些人想用Virgin 但是呢 本来Virgin没有铺到去 但是他只要搏个hub 就可以用了 那以前的业主 我试过 我不知道你转成怎样 待会你转了个大洞 有老鼠走进来 那怎么办呢 但是现在就不可以了 现在呢 只要那个租客要 那那个业主 是没有权反对的 第二单新闻呢 严格上来说 都算是一单好消息 不要说我只是说不好 今天一次过说两单 说两单好的 但是呢 这单东西呢 就有些魔鬼细节的 还有呢 是值得讨论的一件事 那到底是什么呢 昨天呢 已经在很多的香港人移民局那里 是封存这件事 因为呢 它是影响很多移民人士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政府啊 现在呢 是很多人手的短缺 是啊 就是现在我们罢工的问题 除了是要逼政府 考虑加工之外 其实根本 罢工那个 其中一个 是的 它能够可以组织到 这么大规模罢工 而去威胁政府要付那么多钱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根本性地不够人做事 是 因为很多人觉得 哇 现在那个人工太低了 税又这么高了 我可以去其他sector那里做啊 又或者我提早退休啊 问政府拿回benefit算数 各种不同的原因 是 就导致到市场上面的劳工呢 是十分之短缺 嗯 而且我们加上我们脱了欧嘛 嗯 那脱了欧你又不能够大量地在欧洲 很容易地吸引一些 可能比较廉价一些的劳工过来 因为 在欧洲过来的人 你不要理他们的质数是如何 现在我们不是讨论这一件事 问题是那个数量问题 为什么他们会愿意来做呢 因为可能他们本身自己的国家 生活水平低一些 是 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好像赚钱 是 正如 正如你在香港请一些 印尼的菲律宾的姐姐过来香港 嗯 那为什么他肯过来做呢 因为他 对他来港的那个人工 已经比他在他自己的国家 赚的多了 是吧 那不然他怎么会愿意过来 飘洋过海过来 你那里做呢 但是你同样的辛酬 你给一个香港人 试试他 喂你去我家做姐姐 帮我照儿子 然后我给个 我给个桂桶帝 哈哈哈 正如在床里睡觉 我正在做的 你免费的 还好一点 那你香港人不愿意的嘛 就是没可能的嘛 因为人工太低 而且又不可以见自己的子女 不可以见自己的老公 是吧 偷吃都不知道的 所以种种原因下 那些工作就会变成了没有人做 没有人做的话 那他要求的人工要高 你要高一点才肯做 那又导致到现在的罢工问题 所以呢 政府有意 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思考一个问题 想解决 怎样去解决 除了禁止你罢工 就是希望呢 一些高龄少少的人士 去吸引到他们 进来的劳动力市场 那因为高龄少少的人士呢 他们可能去转工比较难少少 是 他不会说 我好高奥远 我要做这个manager 我要做到怎样高级 就是 你始终的人 到了那个年纪 需要 你需要一个stability 稳定性 稳定性 可能你已经 子女都大了 我只要救我吃就可以了 有些小矮 满足他的条件 可能会简单了 没有那么复杂的 那他想吸引多一些50岁以上的劳动力 那他就建议 有人建议 就将50岁以上要付的income tax 剪掉他 一步切 一个洩免税 全部免税 那香港人听到我不是很着弱 因为很大部分的移民来英国 其实都是介乎于45岁至55岁的bracket 就算现在未到你 五年后就到你了 那你知道了 政府要落实一些这样的政策 都不可能是三五七个月搞定 分分钟就要三五年 讨论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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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 45岁那批有份 所以45岁至55岁 那个群组的人 就非常之罪 因为自己很大机会 可能会得益到 你想想 如果你现在去Armazon打工 又或者去超市也好 课倉也好 其实你做任何一份工 你最低工资都有十磅多 九磅八加到十磅多 一年 如果十磅多 你是take home的 我拿了十磅 其实是ok的 等于在香港 帮小朋友补习的价钱 百多元 你想想 你付出一个小时 其实你一个人的两餐 一天已经解决了 是啊 你家里有三个人 那我做三个小时 我那天 整家人的午餐晚餐 都搞定了 所以变成那批就很花很多 变相是加薪加20% 很开心 非常之开心 是很理想的 是 但是 这个固然是一个很大的誘因 会吸引到一些 一批人 去加入这个劳动市场 他除了吸引人 加入劳动市场 解决 现在那个劳动短缺的问题之外 他还可以有一个 side benefit 就是可以减低政府 这个benefit的负担和支出 是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觉得 咦 我出去找人工 可能会多个我拿政府benefit的 是 那从而可能会有某部分的减少 就是可能不用付那么多钱 所以政府不用派那么多钱出去 是 又或者你可以制定一些规例 就是 你出去做了事 我免利税 那你就不合资格拿这个benefit 是 都有这样的可能性 是 那这件事其实是有几个multiple的好处 他还可以retain50岁以上的人 继续做下去 是的 那也都可以增加个忠诚度 公司也都有筹码去解决罢工的问题 就不会每一次都 一说到罢工 就所有东西都停了 因为根本没有人back up 没有人愿意去取代他们 所以工会的那个牙力 现在才这么厉害 是吧 我现在不是说罢工不对 因为每个阶层 每个sector罢工的原因 对 情况都不同 我不能够一概而论说罢工 因为罢工也不对 是说不到的 你要detail一点 去知道每一个situation 你才能够去判断 而且也很难justify 现在不是在说这个问题 纯粹说你50岁以上免税 是吧 听起来有几个很好的好处 但是我想讨论的就是 他也都会带来一些 我相信 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地方 首先第一 就是如果50岁以上的人免税的话 我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 会不会有些人 他根本不是在做东西 但是被人用了一个quota来免税呢 也就是啊 是吧 譬如如果他有个儿子 这样计算 嗯 收紧租 有几间房子收紧租的 嗯 现在老爸突然间免税 是啊 很简单 我就把名字全给老爸 是啊 那现在老爸收租了以后 你是income tax 是啊 因为income tax 在英国来说 他们就没有分 究竟是 工作所得的income tax 总之是收入来源 还是 还是租金所得的income tax 一概都叫income tax 虽然你 你报的时候 你的tax code是有不同的 所以政府就要细分了 究竟他的income 是什么类别收入回来的 炒股票回来 还是收租收回来 这些不是工作来的 这些不是工作来的嘛 那如果 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那就会有一个漏洞 就是 喂 那我给了老爸那里 那便所有收入都免税 是吧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假设是开公司 是 那我开了公司 那我出钱给自己 我就收税收得很禁 income tax 扣我20-30% 假设我今年赚了200万 很多钱 我想给自己出钱 我想多些钱 我便出钱多些钱给自己 是吧 但是我这样会交很多税 那我可不可以聘用我老爸 然后就出钱给他 是 出200万一年给他 那不就200万都免税了 老爸很开心 对 老爸很开心 首要条件 你要信得过你老爸 但是我相信 信得过你老爸 不难的 不难的 我出100万给老爸 再出100万给妈妈 行不行呢 你这样brainstorm 当然可以 对 爸爸当然可以 好 出400万都可以 没问题 但是 就会有一个灰色地带 那你又不能够说他逃税 因为这个是一个合法的漏洞 一个loophole 就是可以让他利用到 而去做这件事 没错 所以我觉得 如果政府真的要实行这些 这样类型的法例 他要想清楚 他究竟设计出来的规限 即是一场足球比赛 那怎样才叫犯规 这个很重要 他怎样免税法 免多少 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考虑 免一类工作 另外还有第三个问题 先不讲逃税 也不讲刚才我们说的好处 就是你怎样界定 那个免税的幅度公不公平 譬如同样是50岁的人出来 有很多高层 譬如银行高层 已经在找几百万 几个million年薪的 足球教练的 已经在找超级多钱的 很多都是50岁以上 一定 那他们是否不用负社会责任呢 即是他在找几个million 你都一毫子的税 你都不用去交 那比较到那个 仍然是50岁以上 但他可能在超市做收银的 他可能省了两千磅 四千磅 但是这边呢 就省了四百千 几百千的税收 那这个我觉得 就会出现一个 unfair的情况 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政府在 做这一类型的规划的时候 他要好好考虑一下 究竟背后 有什么后果 即是 比你是市民 你听到也不许 你想想 那些银行大班 那些大鹅 天天都已经赚到兆了 你还不用他交水 你还要他不用交水 那我们穷人如何生活 你会觉得严重不公平 这个好像向妇人谈到 但可能他本身的原意是好的 但因为他没有好好地规范他 就会令到别人救病 可能你引发的社会反弹 还会严重 好